最喜歡吃雞飯 如果你吃完東西不自己 只剩餐的話是要罰錢的 是真的沒有罰你的 非常多特價 真是出醒 Thank you Hello 大家好 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沒有留意 有一個研究指出 新加坡已經成為了全球最貴的城市 雖然這個研究的對象是高正值人士 是有錢人 代表著如果你要在新加坡過一些好的生活 你要付出的成本會比以往更高 如果是企業外派員工 即是你是relocate過來工作的人 雖然香港仍然是排第一名 但新加坡已經緊隨其後排第二 In case大家第一次看這個頻道 我都簡單介紹一下我們的背景 我們是一隊在新加坡工作了一年多少少的香港雙方 阿Chuck 你要不要過來說個Hi Hello 作為一個香港人 基本上我們是由一個最貴的地方移居到另一個很貴的地方 其實在這短短的一年多些 我們已經很感受到新加坡那種物價上漲的壓力 適逢今天是weekend 是我們的買菜日加拍拖日 所以今天就決定和大家一起過這一天 讓大家看看新加坡的生活成本 究竟是不是真的這麼貴呢 我們今天的第一站就是去買菜 因為之前買菜其實都是去超市 看到有什麼就買什麼了 是絕對不會計劃那星期會吃什麼 要買多少材料 要買什麼 但我發現這樣是會有時候買多了 譬如肉 菜那些會變的 就會浪費了 現在我每個星期都會做這個Milk Pan 大約都是寫哪一天會吃什麼菜 旁邊就會寫這個菜是需要什麼材料 試行了幾個星期之後 我發現用這個方法買菜 是會更加好地預好材料 某程度上會省錢了 因為不會買一些更多的東西 你繼續做Milk Pan幾個星期之後 是可以循環再用的 你不需要有一個星期又做一個新的 你隨便把以前的東西拿出來用就可以了 我們走去超市有一段流程 而且今天很曬 我們通常要買肉那些 就會帶一些Ice Pad出去 這架戰車是我們買菜必備的 一來我們要拿很多東西回來 二來其實新加坡最近開始收交代稅 通常weekend的時候 我們就會來這個距離家 大約10分鐘路程的超市 因為這邊超市是比較便宜的 相比在家樓下樓間 還有這裡是有咖啡店的 咖啡店是什麼呢 就是咖啡店 你當是美食尺的Hokken Center 食物都會比較便宜 基本上每一次過來 我都是只會吃一頓雞飯 我這個隔壁裡面最好吃的雞飯 今天這些雞很高質 我覺得這間是有一點看材素的 有時就一般的 但有時就很高質 中間是有那層啫喱在裡面 提醒大家 現在新加坡如果你吃完東西 不自己收拾餐盤的話 是要罰錢的 是真的有人會罰你的 非常多特價 四元兩包 其中一個我最感受到物價上像的地方 就是雞蛋 我想來新加坡的時候 貴極都是兩個九三文 現在已經要三個幾個牌了 這裡的豆 就像街市一樣散開 讓你自己收拾 都有一些一包包包起來了 豬排300克 切片 好 終於回來了 我們現在要分工合作 這樣處理完食材 最近我們在Daiso發掘一個 蔬菜保鮮袋 這樣 把蔬菜放進去之後 可以保持多兩至三天 但唯一一個不好處就是 只可以重用一至兩次 保鮮效果就已經沒有那麼好 好 我今天就暫時做這三樣東西 這些我先收回雪櫃 明天再處理 因為我們現在要趕著出門 好 我們今天的第二站 就是聖桃沙 Let's go 大家來新加坡 應該都必定會去聖桃沙 因為都是一個很出名的景點 但我想說 我是來了新加坡一年多之後 上次我們結婚 然後四大長老過來 然後帶她去聖桃沙玩 我們兩個才真正第一次去聖桃沙 我就看到她最近有一個BBQ Festival 其實都是一些夜市 BBQ的食物 所以我們今晚就會進去看看 我記得聖桃沙好像也是有住宅 對 但是那些住宅是出名的貴 可想言之裡面的消費 應該都不會便宜 我們要由第一個站 搭到最後那個站 終於出到VivoCity了 我們出來其實是真的出省 一個小時起跳 星期六日的VivoCity 其實應該是任何商場 人流都在那裡黏了線 可能是旺角 每一個商場都 但是她去聖桃沙這輛火車仔 就是四元一張碑 我們之前加入了她的會員 全年都免費入到的 其實這輛火車是有四個站 但是我們今次的目的地 是她那個BBQ Festival 就是在Beach Station最後一個站 中間那些站都是有衰竹館 跟著有漫渠影城 但是那些我們就不特別下去看 我們就直接去我們的目的地 下車 就是為了 出幅 要 fuerza 還用前進妳 但是打不 rem 太希律 兒 kunne 飆說 乾脆 好 奔 侍 最 哇,這個grill festival也蠻大的 比我想像中大很多 而且東西也比我想像中貴 剛才我看到一個millshake 要10元波子一杯 7元一個雪糕,但我很想吃 謝謝 在外面那條街就是一些攤檔 其實直接走出來這裡就是沙灘 我覺得這裡也蠻多gimmick的東西 很誇張地整個路放出來燒給你看 所以價錢也是回到 已經是餐廳價錢了 有時候餐廳也不用太貴 雖然是夜市,但我看到很多檔口 都是這裡的beach pub 或者這裡的酒店自己開 走出來又放個架 所以其實一點都不是 我們現在有一個很嚴重的問題要思考 就是我們吃什麼好呢? 正能量大雞塔 望國登打市家豪大大雞塔 是20元一塊 這裡也是20元,不過是波子 很多人都能買到 謝謝 都買到很多人都買到 這裡真的有這些water point 給人爭取 剛才我們5點幾小時 這裡是超級正的 一個小時之後 現在的點半左右 已經是全部坐位 超級正的 然後全部攤檔 這個牆壁 這裡的氣氛 好 終於回到家了 今天帶大家一起體驗新加坡比較平民和日常化的消費 也有一些比較有遊客區 比較高一點消費的地方 你說新加坡生活成本是不是很高很高呢 我又覺得又未至於 可能因為香港本身已經是一個很貴的地方 我們覺得這邊真的有越來越貴 但又未至於貴到接受不到 這邊你吃東西方面有很多選擇 你要便宜的 好像我們下午去咖啡店 或是Clock card center 其實你可以很便宜的吃多一個飯 如果要貴的 就像我們剛剛晚上的餐 入得商場吃飯 起碼再加18% 所以貴亦有貴的選擇 對 封劍尤人 好 今天這條影片來到這裡 下次再見 拜拜